一个新闻还有一些推特说到的一个就是数字货币 这几天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数字货币的进展 这个数字货币的进展也说明了在我们天朝这边 数字货币的一个合法合规的一个框架 昨天也已经出炉了一些这一些规则规则也出来了 我呢就先从3号那天因为3号那天呢 就在党府那边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 就是我们一带一路的一些国国家家 到了非洲那边还有加拿的那些主要的金融的 这一块的一个政政官员到了我们港府那边 在这一个会议里面呢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许先生 或者就是一个原种 就是数图链的原种 他直接在那个会议上面把一些关于区块链跟 稳定币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些解决的方案 给的给到了这些国国都督的国家 还有呢他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把那个区块链跟 比西姆卡还有一个稳定币 在他们那些国度里没办法充分利用银行 支付网络甚至互联网的一些 非非洲洲的人民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这个呢就是由于我们要做跨境贸易这一块 有很多就是一些区块链的技术 赶不上的这些国度 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方范 把这一个呢 技术无条件的给他们提供解决方案 而且还送上了一个比西姆卡 还有呢就是跟一个稳定币的这一块 给他用技术上解决了这一个东西 给他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解答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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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三号最重要的一个资讯 另外一个呢在四号的当天 深圳深圳全海的管理局的官方消息 他里面提到的就是已经搭建好了一个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这个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在最近全国各地的所有的省份 有很多省份已经把这一个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已经揭开帷幕了 已经揭开帷幕了 这个四号的一个深圳的一个官方消息 就里面提到的就是一个 关于在前海自贸区建议 数字人民币与境外数字资产交易 加核机制的建议 这一个就说明了 就是一个数字人民币就是 ECNY还有的就是一个境外数字资产 就是一个CNHC 主要的是这两个 主要的这两个 已经是符合了一个数字资产流通的机制 这一个机制已经搭建完毕了 而且是在境内外已经是互联互通 所有的促进ECNY和电子港币 包括EHKD的跨境支付 这一个也就已经搭载完毕了一个互联互通 就说先在深圳前海的一些做跨境贸易的上市公司里面 已经把ECNY和CNHC已经互相流动 互相流通 这个在企业里面已经在开始运作 已经在开始运作 所以这一个在深圳特别提到的是 深圳搭建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里面 是最主要的就说明了这一个跨境数字资产 已经跟国内的这一边ECNY已经互联互通 已经互联互通 而且是在企业里面的 等欧交所那边把我们的散户开放之后 我们散户就可以在境外的合法收益 了变成ECNY就是我们的数字人民币 这一个是非常方便的一个通道 非常方便的一个通道 而且这一个通道也马上会打通 另外呢今天呢就是一个央行 央行那边就说到了 就是中国对数字货币的新规 中国对数字货币的新规已经出炉了 已经出炉了 今天央行这一边发出来的声音就说 中国对数字货币的新规已经出来了 就说之前说到的一个国内的跟国外的一个数字资产 或者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合法化 合法化已经完完全全形成了 已经形成了这一个 里面最主要提到的就是一个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关于加强数字货币监管的通知 这一个通知下来就证明了 中国对数字货币的新规已经定好了 已经定好了 而且里面提到了四个点 第一个点呢就是加强数字货币的交易监管 交易监管 交易监管 这个已经明令的严格开展平台准入的审查和监督检查 这一个呢也就说明了 我们在审计这一块对数字货币的这一个监管 已经出台了 这一个监管已经出台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一线歪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数字人民币 在一个我们全全国的一个使用 还有就是在一个境外的使用 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规则 这一个新的规则就 好比就说 你在使用这一个货币的时候 你要受到怎么样的监管 你就要一定 要更定了这一个监管 是怎么样去的 你就怎么样使用 所以这一个呢也就说到了 数字人民币的一个规模的扩张 因为有了这一个规则 你才有了一个扩张 还有你一个使用的范围 还有你一个使用的权限 也已经规划好了 也已经规划好了 第二点呢就说了 加强数字货币宣传和警示教育 这一个呢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 里面提到的就是 应当对数字货币市场进行 必要的宣传和警示教育 这一个最主要呢就是一个安全性 我们在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做到一个 最高的风险防范 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我们的到时候用的一个 数字人民币的钱包 或者是各个银行的 数字人民币的这一个入口 你起码 最起码你的手机 要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状态 以后如果那个BC木卡 在全国范围里面使用比较广泛的时候 我们也都最好用上这个BC木卡 因为这个BC木卡 它是自动生成了一个硬钱包 里面的一个钥匙 是不用我们自己记的 它里面是自动生成的 因为现在一些去中心的化的钱包 现在最好的国内最好的 就是一个OK差的去中心化钱包 它里面已经达到了一个三成的签名 因为现在很多去中心化的钱包 很多人被盗是因为它的一个签名 只有一成或者两成 如果你去到三成以上 现在还暂时 那个安全性是够用的 以后那个虚拟资产 或者你那个数字人民币的一个资产比较多的话 可能这一个安全性就不够用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天朝现在 也会大力的推行一个BC木卡 就是因为防范的这些木马呀 僵尸病毒啊 或者就是一个 投币的一个风险 你装上了这个BC木卡里面的话 一个硬钱包 还有它的一个 食食啊 那个食药啊那些 它也会定期的更新 也会定期的更新 也都做到了保护好我们的资产 所以这一块呢 也提到了这一个的数字货币使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加强一个风险的方法 风险的方法啊 另外第三一个呢 就是一个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监测分析和风险防患啊 这一个就是政府这一边就会定期的这一个数字货币的审计和审查 这一块做出的一个贡献啊 另外第四就说到了推进数字货币法律法规的完善 在这一块呢 他提到的就是现在现有的一个新规则会随着市场的应用 从时间里面推演的时候 有哪一些要补充的 他就会马上 马上给补上 马上给补上这一个缺失的法律法规 啊这个也是说明了我们这一个法律法规是因着因应市场的一个变动 或者因应市场的一个需求 这个规则也是会有变化的 也是会有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呢是非常及时 非常及时啊 所以这四点提上来了以后 就是可以让很多大众消除啊很多对数字人民币的一个误解跟误区 因为很多如果好像对区块链不熟悉的一些人来说 他就觉得这个数字人民币用起来不安全 或者就是有什么一个啊 对抗的时候那个比例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 啊如果这一个规定规则出来了之后 就可以烧除很多对区块链不懂的一些啊 一些人 他也可以大力的去使用那个数字人民币 啊而且呢在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也可以在港府那边对其他的虚拟资产的一个交易 起到了一个啊保护的作用 或者是上对啊 这些区块链不熟悉的人 在心理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感 应该是这样子说啊 也也都是将啊 啊我们啊 港府那边即将要出台的这几个 数字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啊 在我们国内的人到时候用人数字人民币到那一边去交易的时候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保护作用 这个真的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保护作用啊 中上所述啊这个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来的一个关于加强数字货币监管的通知 明确的中国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和立场的措施 这个标志着中国数字货币监管逐渐的规范化 所以那就真的是起到了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使用的推进 而且它的一个深度跟一个广度 现在是正是要非常加强的一个节点 非常加强的一个节点 因为现在或者就是对虚拟资产交易 你看一下啊大饼二饼现在都已经展成这样子了 可能很多在我们国内的人都想买 但是它碍于没有这个渠道 如果到时候我们欧家所开了之后 我们这边的APP可以通过啊 我们国人这一边也可以注册的时候 到时候一定会使用上一个数字人民币 然后再兑换成另外的一个交易队 在一个欧家所里面去可以交易的时候就畅通无阻 这一个也是可以看着是对港府这一边即将马上要启动的几个大型的 虚拟资产交易所做出了一个啊通道的一个啊怎么说通道的一个啊解放吧啊 因为这个新规出炉了之后很多人就知道了哦 如果你通过数字人民币去港府那边购买它合法合规平台里面的这些产品是合法的啊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就够了啊 所以这个新规的出炉也就奠定了我们到时候所有港府这个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作为一个铺垫吧 也是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啊 因为这几天的新闻暂时暂时就到这了啊 因为这个国啊之前呢我们一直都是关注啊港府那边的一些规则和架构 但是呢这几天从啊1月的26号开始到现在平平出来的都是我们国内这一边的一些啊规规则者 还有一些啊我们大大的一个发挂也都说明了我们的欧交所的一个啊出现一个开往一个散酷的开放有着一个非常深刻重要的意义 好了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给我们666啊 嗯 什么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